哈喽,欢迎你收听Punny聊护理第15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ny 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和护理教育相关的主题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想过 我从护理系毕业之后,要继续念护理的研究所吗? 也许我们都已经念了4年,甚至是7年的护理 那我还要念护理研究所 还是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研究所呢?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要继续念研究所进修了呢? 我是不是有办法边工作边写论文 而且呢,顺利的拿到研究所的文凭 这些问题也许曾经都在你的脑海中徘徊过 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医学中心 担任病房护理师的Nomi 来和大家聊聊如何边工作边就读护理研究所的经验分享 在节目中,我们会访问Nomi 为什么会想要读护理研究所呢? 如何边工作边准备研究所的考试 Nomi也会和我们分享一些准备考试的技巧 以及时间管理的方法 也会和我们分享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 如果呢,你想要看本集节目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面输入 punilife.com 斜线护理研究所 拼法是 punilife.com 斜线护理研究所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 哈喽,Nomi 欢迎你来到铺里聊护理的节目当中 请你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 我是Nomi 那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是读国北护 那毕业之后就是借由学校的推荐 然后到台大医院工作 那在台大工作的时候 就是一进去 因为在大学时期我就有想要读研究所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 就是工作满一年有入学资格 所以大概在就是前面 我就先去考试 那就考上台大 就是本身台大的护理研究所 然后满一年的时候就 因为刚好单位人力也都许可指下 就顺利的进修这样 那那一年的进修就是 同时是学生 然后同时也是在医院在职这样 对,那就是大概 因为在职的情况下 大部分是读两到三年 所以大概读就是读了三年 然后顺利的就是写完论文毕业 那我们一样一开始啊 先来问一下Nomi 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师呢 就是我其实从小的时候 就对医护很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看阿嬷 她是得肺癌 然后就是都卧病在床 所以小时候就很希望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 那就是选择护理之后 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包括自己的家人生病 或者是甚至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朋友头去撞到还是什么 因为当下我还遇到头撞到点钱发作的 这么巧 对 对 然后就是当下就都就是很镇定 然后知道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就是都可以照顾到身边相关的人 所以我就非常庆幸自己读护理 当护理师这样 哇 那你走这条路真是走对了 对啊 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说你一开始 就是有想要考护理研究所吗 对 那因为你已经读了七年的护理了 因为可能是专科 然后又国北护毕业嘛 那你已经读七年的护理 怎么会还想要再继续念护理方面的研究所呢 对真的读很久 七年再加三年多十年 对啊 因为主要是 因为研究主要它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可以学一些就是更深的研究方法 对就想要了解 因为有时候在临床上 有时候常常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 或者是这么做 它实际上是有没有成效的 它的统计结果是有没有具有这个可信度 有没有成效 所以就会想要再去学更深的这个研究方法 这样 那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要考 就是不是护理方面的研究所 有啊 当初在看研究所的时候 有就是去看其他类 像工卫那边的 或者是基础医学类 生结之类的 对 但是看了之后就觉得 好像还是对护理最有兴趣 对 就是护理魂这样 所以就还是就是选护理研究所念 所以你那时候报考的时候 其实也只有考这一个研究所 嗯 还是你有考 就是 就是都一起考这样 没有耶 那时候就是考护理研究所 因为我记得好像考试是同一天耶 嗯 哦 所以只能选一个 我有兴趣的 对 好像是在同一天 就是 那时候我好像有看一下生 那个 基础医学 嗯 然后他跟护理研究所考试是同一天 嗯 然后因为 因为他考课一样 就是有一个生 生理的考课 选择题的生理考课 他考课题目是一样的 嗯 对 所以所以他是放在同一年考 所以是同一天 嗯 同一年同一个时段 嗯 那想问一下你就是 为什么是选择工作一段时间啊 因为你是工作一年之后才去嘛 才去考研究所 对对对 而不是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可能想说就是 接着念研究所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因为 一方面是觉得就是有临床经验 比较知道临床在做什么 因为都读了这么久 总该去临床看看 做什么 然后再 就是再 再继续往上进修 然后另一方面是 就是因为报考学校的关系 因为 那时候我想要就是读台大研究所 嗯 所以台大它有规定 就是一定要一年 一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入学 嗯 所以我是在就是工作半年的时候 就是参加它的招生考试 然后上 对 然后 因为刚好就是招生 二月招生嘛 然后七月入学 七月就 就是七月就刚好满一年 然后九月入学这样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 我有去考阳明 阳明他没有规定 有工作经验 也有上 但是就是台大也比较近嘛 嗯 就是上下班在旁边而已 真的非常方便 对 然后这样它里面的师资 就是老师的研究方向 跟我的兴趣比较符合 所以选择就台大 了解 那 因为是 因为是那个 报考资格的关系 对 那你读台大 你是念那个 就在职专班吗 对 没有 台大没有分 台大只有 阳明我好像 阳明那时候好像也是报 一般生的样子 然后台大他没有分 就是 因为因为他 嗯 那时候我好像有问过 就是我有打电话去洗班 问过有没有在职班 他说没有而且台大的课是打散的 就是打散在 一到五的每一天上下午这样 他说就是这样子 他的 他觉得这样学生的学习效果比较好 如果集中在同一天这样下来的话 可能学习效果会比较差 太累了 对 太累了 精神换散什么 学习效果比较差 所以他是打散在一到五 然后就只有一般生 但是就是进去的时候 他还是问你是不是在职这样 然后我进去的那一届 我是里面最菜的 就是大家都是工作了五年 有的工作五年 然后或者是有的都至少有三年这样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只有一年两个月 然后还在工作 然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其中一个男 同时进去的时候有三个人还在职 就包括我这样三个人 然后其中一个男生 他可能就是进来的时候 发现原来课业这么重 然后还要实习 就是一个礼拜要抽两天实习 然后原来课业那么重 他不是在台大 他在振兴 你从振兴过来就真的比较远一点 所以他就是来完第一天之后就办休学 对 然后另一个同学是 就是他是国泰 那因为私立医院 他们好像都有part time的制度 所以他就从正职 就是医院的正职 转为part time 然后就变成他可以自由排班 就是他自己的班表排好之后 他交给护长 然后护长就是再下去套其他人的班这样 然后所以他也等于没有在职 然后所以就只剩下 全班的现在我一个人在职 然后就觉得好累哦 对啊 而且你又在那个比较大的医院 对啊 然后又很忙 对啊 然后就觉得很辛苦 对啊 那你是在 就是怎么样在那么忙的临床工作中 然后又可以这样边工作啊 然后又边准备研究所的考试 看好我们分享一下哦 嗯 首先我觉得就是单位支持性 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嗯 因为我们护长他人真的非常好 就是我都觉得我就是上辈子 烧了很好的香菜 他真的人超好 他就是一开始我说要去读的时候 他就说就是单位目前没有人进修 OK OK去读 对然后包括我在读书期间 哦因为研究所入学考 入学的时候他会问你说 他会问你说就是单位知不支持 嗯 对在面试的时候会问 对然后另一方面是就是在读的期间 排假的问题 排假他就是我只要有预假 他全部都会给我 然后就是他还跟我说还是要记得出去玩 所以他叫我拿年修出国去玩 我觉得天哪 超感动的 那是遇到 对 对然后准备方面的话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你工作还是会有关系 因为你工作一定要上手 你才有办法来准备嘛 那因为工作单位是之前有实习过 然后加上他不是集中证单位 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没有说要花时间去上集中证的相关课程 然后就是上手就相对比较容易 就是新人一进去的时候 就快点把单位的东西都搞熟 然后稳定了之后就是下班的时候 就开始全新准备研究所的东西 对啊我是 我那时候是考二月嘛 二月入学考试 他要考三科就是英文生理跟内外 那我大概是在二月考试 大概在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 开始认真准备 那生理是因为之前就是 在考二级同色就有基础 所以就在读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会那么吃力 就比较轻松 对就比较轻松 就等于生了一科 因为其实生理对于一般的大户生来讲 它是一个死穴 就是生理对他们来讲都是 就是当初可能就是都是比较地空飞过 或者是都非常弱 概念没有很清楚 所以相对这方面就比较吃香 那内外的话就是多做考古题 然后是生论题 所以就是要去训练自己去答那个生论题的 答题技巧逻辑 对 然后还有一科是英文 英文的话 我多译的成年就是蛮普通 就大概七百左右这样 那因为台大他考的英文是那种GRE程度 就是真的非常难 加上我在再职 然后我只剩三个月 两三个月要考试的情况下 然后英文又没有加成 因为内外有加成1.5 对 1.5还1.2我忘了 但是因为英文又没加成 然后又不是短时间内准备来 然后他又这么高难度 所以我就觉得他投资报酬率不高 所以我就直接放掉他 然后最后就 就就 我发现其实进去英文 大家都好像都放掉 就是有的人英文真的是很好 就是同学没有两个就是可能出国 未来要出国去离国班那种 他英文程度就不错 他英文就是拿来拉分 对 可是大部分人的英文 就是还蛮 还是蛮多人是放掉的状态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在比专业科目 对 然后内外 我在猜大内外 因为内外是大家 就是专业科目嘛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工作 那我在这一个领域工作 所以就会比较了解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其他人内外成绩啊 但我觉得 内外成绩应该是大同小异 就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我觉得我可以上榜拉分的 就是生理 因为我刚刚讲 对大户生来讲 生理是死穴 那那时候生理出来 我生理的分数跟内外一样 那我有听到就是 大部分同学生理 好像都是不及格 就是什么三四十分这样 对 就是 就是我觉得是靠生理 拉开查局上榜 对 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考古题 要写 台大很常出考古题 一定要写 对 那那是台大 可是像其他阳明那种 他就没有 就是他就没有 没有这一块 就是没有笔试这一块 就是直接是 丢书神 然后面试 那就没有这个考古题的问题 嗯 所以真的是要鼓励大家 生理学一定要好好念 对 那真的是基础 不管是要考什么 什么 不管是要考二纪啊 还是考护理师 还是像要准备研究所 这是生理学很重要 对 真的 从小就要好好念 对 而且上班也都会用到 就是基本的观念 对 一切的基础 嗯 那 就像 那台大需要要面试吗 要 就是考完口试 可是 台大主要还是 笔试的成绩占的重 我 嗯 对 我记得 那个 九月有推增 但是推增前 还是要考笔试 嗯 对 他只有考另外一课 但是还是要笔试 而且笔试占分 我记得好像有40 然后 然后在这个 在 在二月的这一个 一般入学 他的笔试就占比较重 占到60 嗯 对 然后之后再面试这样 然后 嗯 我记得 之前去面试过杨明 杨明的面试比较特别 杨明就是一开始就对我说什么 书审 嗯 那书审透过机制 我不知道 那 那时候我杨明 我是正取一 然后他面试有一个 就是他一定会考的就是 那个 念 英文的文献 就是他会给你一篇文献 嗯 然后就是 要你到一个小房间 然后可能给你10分钟准备 然后就是他会给你一本字典 英文字典 然后让你可以去翻译 然后 翻译完之后 一进去考试的 一进去那个面试考场的时候 就是 开始念 用英文先念一次文献 然后之后用中文 直接把那篇文献讲一次 就是讲一篇文献 就是现场翻译这样 嗯 对 然后他没有规定不能用手机查 可是那时候手机刚好没点 只能查字典了 对 就真的只能查字典 翻超久 这个年代还有谁要用字典查 所以只有10分钟 对 就是杨明一定会考的一个特点 那台大咧 嗯 面试你说问的问题吗 对啊 有没有比较就是印象深刻 面试方面 面试一定一开始都是先讲你自我介绍 嗯 就是先自我介绍 对 然后老师就是会从自我介绍问一些问题的 就从自我介绍 可能挑你自我介绍的内容 像我之前就是有跟 因为我男友是做设计的 所以我有跟他就是合作过专案 就是 就是有点像那个 自创那种变盘研的那个专案 那老师就问就是 哦 那个专案的就是一些细节这样 然后老师还问就是研究方向 就是问你说你未来有没有兴趣 做你未来有没有做哪方面研究的兴趣 或者是 嗯 你在领床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你有没有设法去怎么解决它 他想要知道 他想要知道你会不会去找问题 会不会去发掘问题 然后会不会去 发掘了问题之后 会不会去找答案 有没有尝试过去找答案这样 嗯 对 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 然后还有问就是我想一下哦 他还有问 我那种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个老师就是快结束的时候 他就问说 假如说你没考上的话 你会怎么办 嗯 我没有准备过这一题 那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 我就觉得 当下是有点愣住 天哪 我没有想到会问这种问题 然后后来我就说就是 没考上的话就继续努力 嗯 继续上班 然后继续再考 对对对 继续上班 继续再考 啊我讲的就是 刚才有讲的就是 他问你单位值不值得 然后 就是假如说 你现在在职 然后他问你说 那你之后有没有 你之后的打算 你会打算要离职 还是就是在职进修这样 嗯 对 就大概是这些问题 那他有面试 面试多久啊 几分钟 差不多 大概都 大概都 五到十五本之间 嗯 对 我记得好像 杨明好像是 好像都三个老师欸 还是五个 杨明不知道是五个还是三个 然后台大三个 嗯 因为其实后来 就是你考上之后啊 然后你看你又要这样读研究所 然后你们的那个 科目又都分散在一到五 六日有吗 没有没有 没有 所以这样科目又分散在一到五 然后你又要工作 然后又要轮班 又要写论文 嗯 那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时间管理的好方法吗 嗯 对 他就真的非常 那一段日子 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可怕 嗯 如果叫我在床来一遍 我真的不敢 因为包括就是还要实习 我觉得最累是实习 因为实习 实习这件事是我进去之前 不知道的事 嗯 我是进去了之后才知道 我的天啊 居然要实习耶 咦 可是你们实习是一到五 然后上课 然后挑两天去实习 对 哦 那实习去哪里实习 就是当 嗯 是说可以自己去找外面的医院合作 那当然是在台大最方便了 哦 自己找吗 还是 就是他会入学前就 就是开学前就先这样一天 你可能有兴趣的科别 哦 你以后有 有兴趣 就是你的研究方向的科别 嗯 因为就是 就是一进去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 他是要把你培育成一个 就是进阶护理师 专业的进阶护理师 嗯 所以专业进阶护理师 就要有一些 一个自己的科别的专长 像NP一样 嗯 就是走神外 或是走胸外等等 这种特别专长的NP 嗯 对 所以就是要你去找 你有兴趣的科别 那像这种疗有兴趣 他可能就是去 肿瘤科实习 嗯 对 然后我是走神经外科 所以就是去 附建啊 或是省内 相关的科别实习 嗯 对 然后就是实习 就去跟他约时间 就是跟护理长 还有跟就是 带实习老师 讨论 你每个礼拜 要去实习的时间 嗯 然后就 而且上下学期都要实习 所以要实习一年 然后 那这样实习要多久 就是实习 一学习是三学分嘛 所以 嗯 实习学分又要乘以 就是实习的实书 又要 学分数乘以三 所以等于一个礼拜 要实习九个小时 那就是 嗯 就是 就是去排 所以就等于off的时间 几乎都在实习 因为等于一天半了嘛 九个小时 就是一旦 对 一天又多一点 对 所以 这样假如说 扣掉其中其末考 时间不实习的话 大概就是一天半这样 嗯 对 就是等于那学分数 你要去把它 凑满那个时数 所以就 就变成 一个礼拜也才off两天 就等于 off的时间 就是都在实习 然后可是除了实习之外 每个礼拜 都要跟实习老师 讨论一次 然后是在实习时间之外 嗯 所以 就变成 又要多一个时间 然后去找老师讨论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作业报告 论文等等 嗯 实习要写报告吗 要 每个礼拜都要交 实习要写报告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要写报告 真的超崩溃的 嗯 对 那 我觉得就是在 就是这么 这么复杂 这么多事情 时间管理的好方法 是就是 我一开始就会 把我每天 因为一开始 我真的也是 就是像无头昌一样 我的天哪 我到底在干嘛 这样 然后后来 我就是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我把我每天的班 都把它写下来 然后实习的时间 排出来了 就把它全部写下来 然后上课时间 也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我不能够动的时间 嗯 对 然后把睡觉时间排进去 因为是上夜班 有时候大夜 有时候小夜 要配合 因为需要白天上课 所以就只能上夜班 然后所以就是 有时候大夜 有时候小夜这样 然后就是在把 扣掉我要睡觉时间 睡觉时间 你要把它排进去 嗯 对 然后剩下空白的时间 就是我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 所以就比较清楚的明了 可以好好的安排 规划自己的行程 就是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的作业啊 或什么时候 要来写论文等等 对 然后就是几乎 剩下空白时间 几乎也都是塞满满满 就是作业报告 都被课塞满 对 然后就是学习期间真的超累 就完全没有空闲的时间 那段时间几乎就完全都没有跟朋友出去聚会 然后连男朋友一名就住在一起 然后也很难见到面这样 然后也几乎都没有一起回 就是回中部 就是时间都是错开 因为真的太忙了 听起来真的超级忙的 对啊 那你这样花多久的时间毕业啊 就是花三年 我其实后面就是有点怠惰了 因为第一年太忙 因为上完课之后 对对对 第一年就这样子很忙很充实的度过 然后第二年 第二年二上的时候 因为有两个考科 一个是病生理学 然后一个是统计 然后这两个考科又就是都要花时间来准备 就变成你还在花时间播出来念书 就是因为前面就是其他 其他物理的专业几乎都是报告 报告报告报告 对但是这个考科就是一翻两瞪眼 就是没过就是没过 有念就有 对没过就是被当 对所以有考科的话就是压力就大不大 所以二上的时候就就是还是皮有绷着这样 然后二下的时候就因为课比较少 然后就比较松懈 那二下 二下我之前那时候开始要写论文 那在护理的方面的 就是护理方面的论文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要在医院做 就是要去跑那个IRB 一定要跑过了才能够开始动工 所以那时候就跑IRB 跑完可以动工的时候已经是 这个跑完可以动工 已经是二下的四五月了 嗯已经快要到三年级了 对所以已经到二下的四五月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收案 然后收案其实进行的蛮顺利的 就是大概在四个月的时候 就大概在九月十月的时候就收完案了 嗯 对那收完案之后就觉得 啊好像松了一口气这样 然后就开始放松了 然后加上因为九月十月就是学坟全部修完了 三年级级就已经没有学坟在修了 然后就开始就开始放松了 然后专心写论文 对其实应该是要专心写论文 但是我从前就大概放松到了十二月才开始动笔 先先出国玩一下 对先去美国玩一下 然后然后就是十二月的时候才开始 就是动笔写论文 然后写就是大概半年毕业这样 就是隔年隔年五月的时候报告这样 嗯 然后就花三年的时间就 对 交往论文顺利毕业 对对对 可是在职的情况下 好像两年半到三年是正常的 嗯 很厉害哦 那么多东西 然后边工作 然后又要实习 写一大堆报告 还有写论文 三年已经是超强的 而且在职真的非常累 对啊 你看你上完小夜大夜 然后又要去上课 对真的 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时间 真的 而且常常觉得行事走路 对 反正是拖着一个躯壳在走吧 听起来真的是要非常大的勇气 再去报考 嗯 要哦 那你在考之前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我真的想得太简单了 才会这样一头转进去 现在想起来 嗯 已经过了 拿到学位置 一切都值得了 嗯 对 就是中间 中间有速度 就是 哦天啊 我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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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撑不下去了念头 然后 但是一想要放弃 就想 那我之前实习算什么 嗯 对啊 都已经都撑过了 头都洗一半 对 我都 上面都实习这么久了 那我之前实习 到底算什么 学位都没拿到 嗯 那这边想要再 就是问一下 Nomi啊 因为你在医院工作嘛 那 你说你满一年 去念研究所 那在医院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资格条件 像是年资啊 然后才能去报考研究所 嗯 医院台大的话 就是要填一张表格 就上面要写 就是你的考试时间 然后 如果 如果你考上了 要离职 还是要继续服务 打勾这样 那如果 就是勾说继续服务的话 就是 毕业后要服务 至少满半年 才能离职 然后签名化压 好像满半年 对 他就是意思 就是有点像 就是 呃 单位 因为你是在职进修 变成单位 或者是医院 配合你去 让你上课 拿到学位 然后所以你要 就是继续留着服务 满半年这样 嗯 对 然后上面还会写 就是 一单位 人力安排 进修 那就是 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先办修学 就是那个单子上 就这样写 对 啊刚好 因为那时候 单位都没有人在读书 所以就很顺利 就是入学 然后 呃 如果是有 公务人的身份的话 好像可以用 公时禁修 那公时禁修 有没有什么限制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 可以申请公时禁修 对 可是因为我不是 公务人的身份 所以我就自驾 去赏 可动自驾 嗯 对 那 请Nomi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边工作 边读研究所 你觉得 最困难 或者是 最有挑战的地方 是什么 最有挑战 我觉得就是 刚刚讲的实习 实习 对 因为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实习那么久 然后而且还要持续一年 我本来以为 本来以为就是 可能一礼拜 一次 然后可能四个小时之类 就 就居然是一个 一礼拜 就几乎要两天 就觉得 天哪 然后 就是生理时钟 也很难挑 因为你实习在白天 一天白天实习 然后你又是 上夜班 然后就等于 你用假日去实习 你是上大夜 然后你用假日去实习 就变成你 假日的时候 就要 就要调成白班 去实习的状态 可是你晚上 又要上夜班 就是 之后的班 就是大夜班 这样 就变成 身体神很难挑 所以你有可能 是大夜下班 然后去实习 然后 接着晚上 又要上大夜班 没有没有 晚上如果 如果我大夜下班 排了实习的话 我就会 排那天是 晚上是off 再去实习 对不然这样 我可能没有睡觉吧 对还是要休息一下 对啊 不然没睡觉 顾病会很危险 嗯 对然后 就实习真的非常累 可是我就实习 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没什么诀窦 就是撑过 学就对了 撑过 实书拿到就对了 对 就是为了拿到学 就是如果放弃了 那你这之前 你都不算了 这种想法 这样撑过来 对 那那一个 第二个遇到的困难 是就是论文的地方 对 就是收案的部分 收案虽然 就是我是进行的 蛮顺利 但是中间 其实收的 也是蛮累 因为 因为我要收的是 除院的病人 那我知道有的人 收门诊的病人 但是就这种东西 就变成你要去 配合病人的时间 嗯 就是出院 就是早上办出院嘛 对 就是早上的时候 开始办出院 然后 有的单位的书记 办出院 手脚有够快的 我去的时候 病人都走光了 这么快 是不是太有效率了吧 对 然后 然后所以 所以收案就是 假如说我是大业 就变成我大业 叫完班下班的时候 才能去收案嘛 那假如说我是小业的话 就变成我小业 回去睡觉 然后就隔天 一大早 可能七点就要起来 然后快 所以就看 从来院 不然病人就出院了 就拦不到他 对 就是收案的地方 就是比较困扰 那后面论文 其他部分 像是讨论 或是跑统计等等 我觉得我的 是我的教授 都很帮助 就是很顺利这样 对 那 论文我觉得 一定要 每个礼拜 或是每两个礼拜 至少要跟教授 约讨论一次 因为 你跟教 就是跟教授 约讨论的话 就是给自己一个 就等于是你每个礼拜 都有个期限的压力 你一定要 写出一些东西 生出一些东西 给他 对 给自己一些压力期限 这样才不会拖太久 毕业 嗯 每个礼拜都要增加一点东西 这样 对 因为 因为那时候 就是我 比如说我收完案之后 有荒废 然后到12月 才会开始写 因为中间 中间 就是我的 中间就是教授 他家里有一些事 然后随便一段时间 就没约讨论 随便一段时间 我也整个就是 没有动工 也放松一下 对 实习的时候 你们做的是像 就是像人力吗 还是 没有 就是去 就是去看你自己想学什么 就是去学什么 或者是 你想去看 临床有什么问题啊 或是你想去 用一些沟通技巧 去帮助病人什么的啊 就是 看你想学什么 就自己去学什么 这样 就是也没有 Routine也没有 跟着学姐 也没有跟任何人 这样 就是 或是你想跟个案 去看检查 想跟着他去看 PTOT在做什么啊 对 就是想学什么 就去学这样 实习计划目标 是自己安排的 老师没有排 嗯 了解 问一下 Nomi啊 你就是你读 护理的研究所 让你得到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我觉得 学到最多的是 就是去发掘 临床的问题 然后发掘的时候 去探讨问题 然后 想一些就是 有科型的研究方法 然后 或者是 在 这个 就想到说 假如这个研究方法 介入措施之后 它是不是真的有成效 还是其实你不去做 也没有差 它根本就在浪费能力 浪费体力而已 嗯 就是在专业的部分是 我觉得学到的是这些 那 如果是以 个人而言的话 我觉得 读研究所对人生 跟临床工作 都改变蛮多 就是 比较会去发现问题 而且 会想要对 就是 现况做出改变 然后 会想到就是 进一步 就是改变之后 是不是 是真的有改变 还是 就是 它是没有统计上的效益 这样 嗯 对 那看事情的角度 也会就是变得 比较客观一点 然后 嗯 知道什么是筛选 因为现在资讯爆炸的时候 嗯 失败 所以会不要 知道什么去筛选 一些正确的资讯 找一些 就是有科学证据 或是可信度高的资讯 内容阅读 那 那你还会想念博班吗 先不要 对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 嗯 如果有听众也想要就是 边工作 然后边读 护理相关研究所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的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准备的方向 准备的方向 就是 我刚讲就是 如果是考笔士的话 就是 就是考古题 一定要做这样 嗯 对 那如果 没有笔士的研究所 就是书生 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优点 都放上去 嗯 对 那面试 就是 面试的话就 一些基本的自我介绍啊 然后你有兴趣的研究方向啊 这种 就是基本题都要 准备好 嗯 对 那阳明的话就是 他一定会考英文 就是文献翻译 所以 等于说 你一定要去念 念出来 就是你一定要常常去念英文文章 然后 然后练习翻译 然后去念你的英文发音 这样 嗯 对 然后 嗯 很多人会问我说就是 要离职读还是在职读 嗯 对 因为像我是在职 那 其实他没有一定的答案 有个 各有各的有缺点 像 我在职的话 就是真的非常累 可是 就是相反的好处 就是等于说 我有稳定的收入嘛 嗯 然后 再来可以增加 临床经验 因为这样再职三年 所以 等于我临床经验 从一年变成四年 嗯 其实临床经验 也是可以持续增加 然后 嗯 这是我选在职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觉得临床经验很重要 嗯 因为我想要学以致用 就是 而且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 或是一些家庭的护理啊 沟通技巧等等 就是可以马上就是 用在 用在临床看看 对 可以马上就是知道 自己学的成效怎么样 嗯 那当然 全职学生有全职权的优点 他可以就是 尽情享受 学校很丰富宝贵的资源啊 嗯 出国交换学生啊 见习啊等等 对 嗯 可是像我就是 如果想要出国交换学生 就等于要一段时间的长假嘛 那就一定要看单位 有没有价 有没有人力可以安排 有没有年修可以排这样 嗯 对 但全职学生的话 就是 收入就会比较少 嗯 因为收入少的话 在后面收案 因为收案有时候 就是 就是收案要 给 就是收案 有一些 收案的那个礼券 还是什么的 就是 可能要给帮你填 填文件 他愿意填 对 那 有的是可以申请计划经费 对 但如果没有申请到的话 就变成要自己出钱 嗯 对 那就是 经济方面的话 就会 就是 假如说你这个全职学生 就等于 你在用你之前 存的钱 就等于这两年也都 没有收入 嗯 对 就是各有各有缺点 没有说一定说 哪一个是好 哪一个是不好 嗯 对 所以各有利比 就看自己 怎么想 想要怎么样做 这样 对 就看自己看中的是哪一个 嗯 对 OK 那我们今天非常 谢谢Nomi 和我们分享那么多 就是 边工作 边读书的一些 经验分享 然后还有一些读书 怎么准备啊 考试怎么准备的小技巧 我们非常谢谢Nomi 嗯 不会 真的非常谢谢Nomi 和我们分享 有关边工作 边就读护理研究所的经验 在忙碌的护理临床工作中 又要边读研究所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呢 也要靠着毅力 以及努力 才能够顺利毕业的 听完Nomi的分享 你是不是更有一个方向了呢 欢迎你到 扑尼聊护理的IG 或者是脸书私密社团 分享你的想法 期待在社团和IG里面 见到你 非常谢谢你 百忙之中 抽空来收听 扑尼聊护理广播节目 若是今天的节目 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帮我在 iTunes Store上面 给星星评分 订阅我们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的节目 能够持续下去 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 扑尼聊护理 陪尼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